今天我們有五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正式開始運作 也有醫管局核下18間普通科門診 已經預約了的大約7萬位的市民 在未來的這兩個星期 都會去到中心那裡去接種疫苗 五間的疫苗接種中心 那個運作都是順暢的 那麼我們會在3月1號 就是下個星期一的早上9點鐘 我們會重新也會再一次開放 是作網上那個預約的安排的 我們因應很多市民 包括優先組別的朋友 都希望能夠盡快接種 所以我們是會另外再增加 多三間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來去接種科興疫苗 這個包括張軍澳體育館 葵青的林士德體育館 還有就是這個屯門友愛體育館 這三個新家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他們會運作五十六天 即是星期一 三月一號早上在網上可以預約的 包括我們有八間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另外同樣地都是醫管局的十八間普通科門診 總共預約的時段是會一直去到3月26日 參加了這個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 向衛生署通報了他們所需要的疫苗的數量 我們會在下個星期一 就會開始將這些疫苗送到這些診所 預期應該會分三天 就應該會所有的診所都會收到 所以最快應該有診所是星期一就會收到疫苗 有關復必泰的疫苗 我們所收到的通知 就是預計應該明天來到香港 第一批的復必泰疫苗到了香港之後 我們就會盡快開放在網上的預約 開啟疫苗接種中心